政府要發錢了 6000塊你領了沒 我還沒去領 那我們看一下這怎麼報導 這是我們台灣自己的媒體 Focus Taiwan CNA就是Central News Agency 就是我們的中央社 所以中央社的英文版 它就叫Focus Taiwan 台灣焦點 那這是一個 它的報導是說 今天就今天禮拜一 這是我今天正好就錄的 今天你就可以直接去 那個ATM來提領 So DirectATM withdraws of 6000塊 NT$6000 cash Cash Handouts 對不起 To start on Monday 所以禮拜一就要開始 6000塊的Cash Handouts 所以這是一個 全民共享普發現金 那這個發現金 它用的詞就叫做Handout 前面叫一個Cash 因為是拿現金的 那Handout 那Handout一般來說 在我們學習的歷程上 學校讀書的時候 他說的意思是 老師給你的講義 都應該知道什麼叫老師給的講義吧 所以有個老師特別會給Handout 我記得我以前上過一個人力資源管理的課 每一堂課老師就叫全班同學到前面去走桌子一圈 因為那個桌子上放滿了大概七八張的Handout 所以他讓學生用走的自己一張一張拿 就好像去buffet拿打菜一樣 所以他就不會捧著一張一張他來發 因為他太累了 所以讓學生繞一圈圈拿 So that's Handout 這個都有印象 大學時候發生的事情 好所以那總之Handout這個字就是把 那這個hand雖然說是手 可是他也有把一個東西給用手遞過去的感覺 OK 所以請你把我那個東西拿給我好不好 例如說把那包衛生紙拿給我 Can you hand me that box of tissues 所以hand me something 把那個東西hand過來 就用手拿過來 所以還有一個詞叫做hand over hand over就是拿過來的意思 那hand over這個詞 跟我的人生最有關聯的意思 一個新聞事件就是香港回歸 所以香港在1997年的時候 回歸從英國政府交還給了中國大陸政府 那在那個時候我們就稱那個叫做 The 97th Hand Over The Hong Kong Hand Over OK 所以hand over繳回來 拿過去給誰這樣子 那hand out是把它發出去 所以我特別講這兩個字的不同 OK 好 所以這是政府給我們的一個 cash handout 第一段再看一下 Eligible individuals who wish to collect a NT$6,000 cash handout from Taiwan's government without registering first will be able to do so from more than 26,000 designated ATMs around the nation beginning Monday 第一段的內容 然後還有一些字 我們還沒講完 Eligible individuals 所以這裡有一個字叫做eligible 那這個字我們以前也講過啦 可是我覺得 我們再把它複習一下下 Eligible這個字 我通常把它跟qualified 放在一起講 那一個是被動的形容詞 一個沒有阻被動 一個就是形容詞 Eligible 沒有阻被動 qualified是被動的 那你如果去找字典 他可能都會告訴你 這叫做符合資格的 可是我們要說一下它 細微它的不同 qualify或者qualification 它的動詞的名詞的話 它的意思是 你有那麼一個 你經過了一個能力的測試或之類的 然後通過了一個考驗 因此合格 OK 所以像例如說什麼世界杯足球賽或什麼這些的 我們能夠要 好啦 我們最近的那個棒球有沒有經典賽 我們就沒有qualify 因為我們在我們小組裡面 並不是前兩位對不對 所以你要能qualify一件事情 你要有qualification 你就必須在能力上符合資格 這裡的合資格 必須是跟能力有關的 OK 那至於什麼是eligible eligible跟能力沒什麼關係 eligible的這個符合資格 就是在身份上的符合資格 OK 像例如說 我們的全民健保 好 你只要是台灣國 台灣的國人這樣子 都能夠eligible 你就有eligibility 能夠去背包這樣子 或者還有些什麼東西 我心裡一直在想 考驾照必須18歲這一件事情 它到底是eligible還是qualify 我認為還是eligible OK 因為誰都可以不知不覺就變得18歲 你不需要努力 所以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關鍵就在於 qualify 什麼qualify qualify 是它的動詞 那被動變qualify 這樣子 那qualification 我剛是不是把它講成動詞的名詞 其實不是 因為qualification就只是另外一個名詞 像例如說 你想要申請一個工作 它需要有這個這個這個 例如說你要會電腦 你要會什麼程式 你要得到什麼證照 那也就是你的qualification 這樣子 所以它其實是單純的一個名詞而已 所以這都是qualify這個詞的一些不同的詞性的變化 那總之我的重點是 它裡面必須就是會有那個努力的感覺在其中 而eligible是沒有的 所以回到我們今天的題目 你要能夠拿著6000塊 你要努力嗎 不用 你只要住在台灣 有身份證 就OK了 所以這個叫做eligibility 跟qualification是沒有關係的 OK 好 所以回到這裡 eligible individuals 那就OK了 所以符合資格的這些個人們 那想要拿著6000塊 你就可以去台灣 好 而且你是想沒有先經過這個registration register 我也沒有 好像你可以先登記 然後早點拿得到了 據說是這樣 那你要是沒登記 沒查 今天你也拿得到了 你可以在全台的26000個 這個指定的ATM ATM應該不用我告訴你是什麼 就提款機啦 automatic teller machine 我記得這個T字 teller的意思 teller就是 那個銀行的桂圓 桂圓不是吃了桂圓 連紙湯的桂圓 那個桂圓是 零櫃辦理時期的櫃 櫃台的櫃 櫃圓 好 anyway 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還有什麼值得說的 因為據我們知道 這個東西是 台灣 總之啊 我們台灣政府收了稅 結果這個稅 沒有用完 沒有用完 政府就乾脆發給我們用 所以 他用的就是一個 141.65 billion of unspent tax revenues collected last year collected last year 所以 billion是10億 10億 百億千億 所以總共有1400億 好多喔 天啊 怎麼會多收這麼多 好 所以超過1400億的 沒有花掉的 tax revenue 所以onspent就是沒有花掉 你知道spend的 d結尾是動詞原型的 那他的過去式跟過去分詞 都是把d換成t 所以spent spent 所以沒有被花掉的 onspent tax revenue 所以tax是稅 revenue是收益這樣子 好 所以政府的決定 把這個東西 一人給個6000塊 好 那誰可以拿 所以 不是只有我們台灣國人可以拿 其實還有另外兩個 所以我先把這裡讀一下給你聽 so decided to give 6000 dollars cash handouts to citizens 第一個 我們的公民們 foreign nationals with permanent residency 這第二個 所以foreign nationals 所以national這個詞 我們當然一般理解為是國家的這樣子 那 可是他可以讓形容詞 例如說像GNP 國內生產貓兒 我們叫gross national products 所以這個national 國內的這樣子 國家的 因為他的名詞就nation 可是他也可以當名詞 就是那一國的人 所以既然我是個台灣人 我就 I'm a Taiwanese national 這樣子名詞是沒問題 他是一個加拿大人 He's a Canadian national 所以national 可以當名詞來用 這樣子 所以這裡才說了 要是你是外國人 可是你有台灣的永久居留證 so foreign nationals with permanent residency 所以permanent residency 就是永久居留這樣的居民 以及啊 就是 台灣人的那個 就是外籍配偶之類的 所以這裡講了 resident spouses of Taiwanese nationals 所以台灣人的spouse 所以spouse呢 強調一下就是 結過婚的伴侶 如果今天沒有結婚 你大概就不太會用到spouse 這個字 你頂多可能可以用partner 或之類的 OK 好 太好了 那我這邊多講幾個詞 像提款 那他剛剛有看到 你也看到就withdraw 對不對 所以withdraw這個詞 就是把東西給抽回來 拿回來 withdraw 那他的名詞呢 是很有趣 加al在後面 所以withdraw withdraw 後面多了一個o的結尾 這樣子 那就是提款 那存款呢 存款一般用deposit 那這個詞就是 名詞跟動詞 長得一樣 我如果今天存了2000塊 進我的銀行 I deposited 2000 dollars into my bank account 所以deposit當作動詞 過去是deposited 那如果銀行對你說 啊 你的存款在我們這 放心啦 我們是不會倒掉的 so you will not experience a bank run so bank run 我們前幾個禮拜講過 就是我們講的SVB 還是SBV 還是什麼銀行倒掉的時候 矽谷銀行 Sircon Valley Bank SVB啦 好 所以他倒掉的時候 我們就說那是一個 bank run or a run on the bank 那他這邊跟你說 你的存款在我們這很安全 so your deposit will be very safe with us 欸 所以deposit 可以當作名詞來使用 好 所以 提款跟存款 這兩個詞不一樣 一個是動名詞長得一樣 而另外則是後面要加AL才可以變成名詞 那我們多講一個 我剛說了 你的存款在我們這很安全 或者我存錢存進了我的銀行帳戶 那這個銀行帳戶其實有兩種不同的分別 所以一種叫做checking account 另外一種叫做savings account 然後面這個savings要加付數的 那這分別在哪裡 我如果就中文直接告訴你 一個叫活期存款 一個叫定存 很多人大概就懂了 好 那定存就是你跟銀行簽了一個 時間的一個合約 那在那個時間內 你是不可以 把你的定存給提款提走的 所以你承諾這個銀行我錢會放在這裡 一年不會動 兩年不會動 五年不會動之類的 那通常那個定存 通常啦時間拉越長 它的利息會越高 所以有個字叫做interest 不過這個到 我最近才知道這是不一定的事情 因為我最近才renew了一下 所以我把我的定存給重新更新了一下 因為它到了 那到了之後呢 那我就可以說 好那我要再存 再跟你簽一次 就是讓我再存久一點這樣 那你再給我多少多少利息 那我發現到 總之我的這個理財專員告訴我說 現在的定存 一年的利息比五年還要高 我說怎麼會這樣 其實我不是很懂它的道理 可能他們期待著說不定 因為現在最近在升息 所以這個 那所以升息呢 現在的利息比較高 但是再過幾年後 說不定又不是了 所以說 今年的利息比較高 那日後還不曉得 所以我剛說一般來說 這個interest在long term的是比short term還要高的 不過似乎也不一定就是了 好所以checking account 就是你的活氣存款 那活氣存款 就是你隨時可以拿得出來的 savings account 則是你有一個事件的限制 沒有到那個事件 你是不可以拿出來 否則那算你違約 你看 那違約的話要扣錢或什麼的 好 所以講到這裡 好像也差不多了 很多地方可以領 超過兩萬六千多個 好 我們或許再看個一小段好了 你需要有什麼東西 當你去領的時候 這個倒是蠻重要的部分 好 講得很清楚 所以當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這個合格的 符合資格的這些人 就一定要幹嘛幹嘛幹嘛 所以當你在做什麼事的時候 這裡的當後面 主詞動詞 主詞卻省掉了 因為它這個是一個分詞構築的結構 所以主詞不見 動詞變成了分詞 那領錢是主動的 所以withdraw才變成了ing so when withdrawing cash 就提現現金 從這些指定的ATM的時候 那而且要強調一下 這ATM怎麼了 它已經有標示 標示一個橘色的貼紙 等一下我去領我就知道了 so which has been marked with an orange sticker 就一個橘色的貼紙 所以我們這些合格的人 符合資格的人 must use an ATM card 所以你要拿你的提款卡 那沒問題 提款卡還有一個詞 叫debit card 我們有時候就翻譯成金融卡 相對於debit card 我們也知道就credit card 所以credit card是信用卡 debit card是金融卡 ATM card 銀行卡隨便啦 好所以你要用一張ATM card 以及提供你的national ID card 那也就是我們的台灣身份證 或者如果你是外國人 你有一張ARC 所以ARC其實也就是 外國人拘胎的許可證 這樣子 Alien Residence Certificate 我有一個猶太人好朋友 他就現在就住在台灣 他就有ARC 合法拘留的這樣子 以及你還要拿健康卡 健保卡 as well as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ard number 所以NHI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我們的台灣的這一個 好 而且不會有那個 叫什麼東西啊 不會有費用 我們有時候有跨行轉帳費 對不對 所以但這是沒有的 so with no processing fees to be charged for interbank transfer 所以interbank transfer 就可以理解我也叫做跨行轉帳這樣子 好所以大家 有空的趕快去領吧 可能很多人已經領過了 我也不知道啦 我等一下就要去領 所以我們就錄到這裡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看看 給 Golf IB 問題 搭